也是台灣之光 台灣一名高二學生顏銳軍 在全球創意氣球大賽 持定色氣球創作比賽中 以作品鱷魚拿下了冠軍 他也興奮地表示 未來還會繼續努力 讓世界看見台灣 在橋手扭轉間 氣球變身一隻皮卡丘 造型相當傳神 而且不管是松鼠還是羊駝 也都活靈活現 氣球魔術師顏銳軍 今年才17歲就讀高二 年紀輕輕拿下 今年全球創意氣球大賽 指定色氣球創作賽冠軍 比賽官網公布的消息 我剛剛不必開心 得獎作品就是這隻 圓滾滾的Q版鱷魚 當初想法很簡單 只想勉勵鱷魚多刷牙 顏銳軍讓他手上 拿著一隻牙刷 就是那麼幽默可愛 擄獲評審的心 完成這件作品 顏銳軍可是付出了不少心力 我構思的時間大概是一個禮拜 然後再花一個連續的18小時 去把製作完成 這個就加一點小巧思 把圓球中間抓了一個蘋果結 讓它的形狀比較不一樣 努力有了全果 終於拿下冠軍 將作品上網分享 網友們紛紛讚歎 敲網要他製作販售 還大讚他是台灣之光 非常榮幸可以獲得這個稱號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我藉此刨鑽領域 讓大家去更認識 氣球藝術這個領域去欣賞它 另外還有這支展翅的鸚鵡 也獲得評審青睞 拿下黃綠色比賽的第三名 顏銳軍社群上放滿作品 他四歲開始就接觸氣球技藝 彎氣球超過十年 如今站上國際競賽的舞台 還獲得優勝加級 這段報導